你平时爱吃花生吗 我们都知道花生人外面都包裹了一层红色的膜 你吃花生的时候是喜欢去膜呢 还是喜欢连膜一起吃进去呢 有人说这层红色的膜呢是一个好东西 那么今天我们就放大这层膜来好好认识一下它 真香 现在是放大200倍的视野 这层红色的膜其实就是花生的种皮 绝大多数花生品种的种皮都是红色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层种皮看起来很结实 密不透风 而且表面看起来很粗糙 像一张大毛毯 刚才说到吃花生要不要连皮一起吃 这个要分两种情况 花生外面那层红衣对人体确实有很多好处 而且很多人已经知道了 花生是全世界公认的健康食品 在我国花生被认为是十大长寿食品之一 中医认为花生的功效是调和脾胃 补血止血 降压降脂 其中补血止血的作用主要就是花生外那层红衣的功劳 西医认为花生红衣能抑制纤维蛋白的溶解 增加血小板的含量 改善血小板的质量 改善凝血因子的缺陷 加强毛细血管的收缩机能 促进骨髓造血机能 所以对各种粗血及粗血引起的贫血 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有明显效果 但是有少数报道说因为花生红衣具有增强明显的作用 所以不适于血液粘稠度偏高的人 否则一引发血栓 所以高血压病人和有动脉硬化 血液粘稠度高的人吃花生 一定要去了红色的外衣吃才对 而对于那些因为慢性粗血性疾病导致贫血的病人 则需要带着花生的红色外衣吃下去 因此总结一下 再好的食品也不是适合所有人吃 具体怎么个吃法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而定 通过刚才的观察和介绍 这一层膜确实是个宝 至少对大部分人来说是的 它可以促进人体造血补血 对于一些贫血经常流血的人群相当有帮助 总之花生是一件既宝健又美味的休闲小零食 有事没事吃两个没毛病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给我点个赞加关注 如果你想看其他什么东西的话 可以在评论前面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